美國《紐約時報》近日披露 美歐一些官員向拜登提議將蘇聯解體之後 從烏克蘭運出的核武器返還給烏克蘭 這樣將立即對俄羅斯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 對此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1月26日表示 提議向烏克蘭返還核武器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想法 非常極端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同一日表示 根據更新之後的俄羅斯聯邦核威懾國家基本政策規定 向烏克蘭轉讓核武器的行為 可等同於對俄羅斯發起攻擊 梅德韋傑夫同時強調 把核武器交給一個正在與最大核國家交戰的國家 這個想法本身就極度荒謬 之前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波蘭五國國防部長 在德國柏林舉行會議 討論了繼續支持烏克蘭等議題 就會認為 found the third release adverse terror 結果 使用 憋